今天天气非常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经验 长话短说吧 我今年已经鼓吸了 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吧 我今年已经鼓吸了 我是2015年冬才富文 文佛法 就开始在家修行 我不是什么正规的佛门弟子 也没有资格去讲佛法 只是我在家自己修行 看一点书 诵经放生 我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我看了辽宁市大悲股市 股市有很多的教育视频 讲那个真人真实的因果报应的 所以大家没有看过的可以上去看 还有呢我也放了很多的视频 大概有两百多条了 不同的题材的 所以要是有朋友有兴趣的 看我其他的 关于这方面修行的 也可以打那个法大无边 法就是方法的法 大就大小的大无边 我就有这个系列 我放上去的 我会慢慢去整理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构想呢 就是说我修行 在家修行 简单的修行 几年有很多殊胜的感应 简单说吧 除了个人的感应 也不能拿出来分享之外呢 我去年2018年 有幸得见 我在拍我的天空的照片的时候呢 有缘得见观音菩萨 显灵一次 地藏王菩萨显灵两次 还有呢 我昨天刚上传的一条 大家我猜想 可能会百分之九十九的 网友都不会相信的 是什么呢 就是说老天爷 跟我打招呼 已经是第三次了 所以呢 我就有感 我短短修行几年 就有这么多的殊胜的感应 也得到老天爷的照顾 所以呢 我就想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好了 这个是背景 那么昨天呢 我就沾了一挂 因为我是自修沾挂的 我这个是 数字起挂法 是我自己首创的 希望有缘的朋友呢 不要以为占卜是什么小玩意 因为观世音菩萨跟女主线是有联合 记事说 降机 就是说 五十五 熟非小道 占卜能物天机 所以那个不要小看他 以为是什么 所以我自己呢 就首创了这个 我就出了一本书 等会我会介绍 让有人人参考 我的方法很简单的 好了 那昨天呢 我就沾了一挂 扣问地藏王 因为我供奉 我在家 供奉地藏王 也是送地藏经的 我就 扣问地藏王 说 我有这个殊胜的 神明的眷顾 我的修行 我在家 不是正规 佛门弟子的 修行 大的方向正确吗 结果我得过吉利 好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 昨天晚上 我就再想了一想 我因为有这个 俗伤的话呢 我就把我个人的 一些点滴 经验 分享 与有缘的人分享 也是应该好的吧 所以我就今天呢 我刚才 我就站 今天早上吧 我就站了一挂 扣问 观音菩萨 我说我现在 谈 三规一 与有缘人分享 可以不可以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的挂项 我的情况是这样子呢 我要是有研究 沾挂的朋友呢 一看就明白了 我就不在这里 说了 大家可以看看 那个文字 那那个我要 与大家分享的呢 是什么呢 三规一呢 我三规一的文字呢 网上很多 大家可以去找 那这个就是我找到的 我就用 怎么样说呢 把它打印出来 好像一个信用卡 放在口袋里面 我过了 过了教 就常常拿来用 那我的方法是这样子的 要是大家有修行明白的话呢 众生 有缘的众生呢 有一些 他们 在六道 可能是我们的亲人的 女生 why 女生服 女生女士 在那个轮回 有些可能是我们的亲人的 所以呢 我就用三规一 那这个是我的小猫咪 咬死的 小皮肤 今天呢,我就用三桂衣方法呢,放在我的果树那边 那这个是我送那个三桂衣 还有呢,用一个干净的纸包 包商,就好像我们人在进棺材一样 还有燃香 好了,这个呢,我就再给大家看一看 那,这个呢,是怎么说呢 我的小猫咪也有时候抓了个蝙蝠 我也练三桂衣,燃香 埋在我的果树上面,那这个是三桂衣 还有呢,我去放生的时候 我去放生,主要是放生泥丘 因为容易携带 还有呢,就是说 他们身体小,生存的地方 要求没有太多 这个是我小时候去钓鱼的小河 我对他的每一个弯脚呢 都很熟悉的 所以要是有缘的网友呢,去放生的话呢 就首先也要顾自己的安全 这个我在拍这个视频之前呢 已经有了 为那些鲤鲤念了三桂衣 不过呢,我再播一次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放生之前 那个鲤鲤放生之前 我也再念一次三桂衣 好了 我刚才说呢 大家不要以为占卦占卜是迷信啊 小婉议,非也 因为刚才我提到了 宽石英跟女主先生已经将是说了 占卜的物天机 这个是我写的书 这个是我用正经白银 用六窑炒股票的书 两本书呢 在香港跟国内的价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这本呢 就是我写的 那我介绍大家看了 这个就是我写的 自学六窑战 就是这本书 自学六窑战 就是刚才大家看得见那本 有六百页 因为我是毫无保留的 深入浅出的 所以要是大家相信 占卜不是小婉议的话呢 有兴趣的话可以买 有六百页 我写的很深入浅出 有很多挂力的 所以好像我刚才说 我今天早上呢 我就想与大家分享三规一 这个修行 但是我恐怕不是 因为我不是什么大法师 什么正确的弟子 恐怕有不对的地方 所以我就先沾了一挂 结果呢 观音菩萨支持我的 所以我就在拍这个视频 与大家分享 好谢谢大家 再说一遍吧 要是没有接触过这一方面的朋友呢 可以打 辽宁市的大悲股市 股市它有很多寺庙 有很多的真人真事的视频 可以参考 因果报应的 还有呢 要是想看我的呢 你可以打法大无边 可以网上可以找到很多 下一次我在分享 其他的时候呢 我会放一系列的YouTube 大家可以参考 谢谢大家欣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